想吃面包家里没有厨师机怎么办 用这个方法五分钟揉出手烫模 做出来的面包松软香甜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橘子 今天我们来做蒜香面包 盆中倒入高筋面粉,糖,鸡蛋,还有牛奶 用筷子画圈式搅拌至盆中没有干粉时 我们上手揉面 把鸡蛋液揉至均匀分布在面团中 面团表面基本光滑时 我们盖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冷藏一夜 第二天从冰箱取出面团 此时的面团比较硬 需在室温下回温一个小时 一小时后面团变软了 稍微拉一下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面团起筋了 把面团撕成小块然后撒上盐 用洗衣式揉搓的方法使盐均匀的融合在面团中 继续将面团摊开然后撒上酵母粉 同样使用洗衣式揉搓的方法使酵母均匀的分布在面团中 再次把面团摊开放入软化的黄油 用揉搓加抓拌的方法使黄油全部融化在面团中 黄油融合在面团中 面团变得非常的软 用手往前推 发现可以推得很远 这时候面团的延展性很高 继续将面团摔打四五分钟 面团就可以轻松的出手套模了 把面团整形放入盆中发酵至两倍大 面团发酵的同时我们来做蒜香酱 大蒜子将其切成蒜蓉 软化黄油中倒入蒜蓉 放入盐 翻拌均匀 家里有欧芹碎的话再加两小撮欧芹碎 给发酵好的面团进行排气 稍微整下饧后 切成重量约100克左右的面剂子 把面剂子都整理成圆球状 盖上保鲜膜 盖上保鲜膜 醒发至1.5倍大 醒发好的面团用刀从中间划一刀口 挤上蒜蓉酱 180度预烤好的烤箱烤20分钟 香喷喷的蒜香面包就完成了 里 mamy bir地上 2 between 1 開始 ね 2 2 1 2 1 2 3 2 3 3 4 5 我真的不想吃了 我真的不想吃了